有意参加安省自由党领袖选举的候选人需要在11月23日之前提交报名表格 一份至少有250名自由党支持者签名的名单以及5万加元的参选费 此外候选人的竞选花费不得超过50万加元 并且将筹得款项的25%用于帮助支付自由党大会的开支 自由党主席纳克维表示 这些规定是为了确保该党拥有一个公平透明和富有活力的领袖选举 另外纳克维在昨天也明确表示不会参加这次选举 目前根据外界的猜测 这次的党魁选举可能包括安省房屋事务厅厅长维恩 卫生厅长马修斯 能源厅长本达利 以及经济发展厅长杜杰等 但这些人都尚未表态 此外财政厅长邓肯也对媒体表示 正在严肃考虑参选的问题 安省省长麦坚迪在上周一突然宣布辞职 并将省议会休会 此举遭到了反对党的严厉抨击 反对党表示 省议会要等到明年才能重开 时间太长而且违背民意 麦坚迪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南卧泰华选区省议员 直到下届选举 未经议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